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在无怨无悔后面的段落就有跟你讲说 那个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来拜 但老师这边也强调的是什么 你要认真拜才能知道 你要认真拜才能知道这样 那当然认真拜的特征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最起码你要提这个皈依的心 不为三个去苦相信上是三宝能救这样 然后比较好的话你既然是拜忏的话 就要提侧自己那个视力忏悔 好先提依止力 然后追悔力然后对峙力然后防护力这样 那实际上你在这样认真拜的过程呢 你就知道说 方法对然后拜的状况对的时候 应该不会有这个疑问 简单说呢就是说 那个痛苦的心会测发你更虔诚的拜 所以呢 拜对的时候呢 越是痛苦你会拜的越虔诚 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玄知道吗 一点都不玄 你小时候受伤了你去找你妈妈 是不是伤口越痛你抱你妈妈越紧啊 是不是伤口越痛你倚靠你妈妈的心越强啊 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会跟你妈讲说 我现在是要用一个感受痛苦的心 来向你求救呢 还是要用一个什么心 那我就只会说 你这个大概是没有受过伤找过妈妈的人这样 就这个意思 好 后面老是说 譬如我们之前原念 因为念死 我们今觉此生有尽头 然后来世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 乃至真正能为这个问题负责任 我后世去哪里 我要一个什么样的身体 什么样的智慧 什么样的相貌 乃至对佛陀 对宗科巴大师教法 有一个怎样的信心 我一心想把来世这件事办好 妨碍这件事的 就是一切恶业 所以我们在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其实呢 这边老师讲得很浅白 但是事实上 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然后说 比如说我们之前原念 因为念死 我今觉此生有尽头 然后来世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 乃至于能够为这个问题负责任 然后呢 后面老师就问了一连串的问号 说我后世去哪里 我要一个什么样的身体 什么样的智慧 什么样的相貌 乃至于对佛陀 对宗科巴大师教法 有一个怎样的信心 这几个问号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特别是后面讲说 乃至于对佛陀 对宗科巴大师教法 一种怎样的信心 这概念呢 以前听老师讲过 我也跟大家强调过 所以我这里再强调一次 比如说你观察 广论的道次第的安排是怎么样呢 在念死之前呢 好 先有霞满 霞满之后呢 是先讲道总建立 讲整体 成佛道次第的建立 然后才讲念死 好 那时候有跟大家讲过 这样子的道次第的安排 有一个特征跟用因是什么 这是我听老师讲的 就是你依止善之士 走这条成佛的路的时候呢 先要体会到霞满 珍惜自己这个 很难得的这个人生 可以学习修行的机会 然后呢 既然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你当然一定要学 最正确最圆满的 所以讲的是道总建立 然后这个时候才讲念死 因为念死 万一生起来的时候 会逼测我们一种 急着想要修行的心 但是如果你没有前面 道总建立的整体认识的话呢 那 急着想要逼测修行的心 提起来之后呢 你很容易碰到什么就修什么 碰到什么就修什么 碰到什么就修什么 问题是碰到什么就修什么 碰到什么就修什么 碰到什么就修什么 就很容易犯广论二十四页 师父常常提的 宗大师讲的那个毛病 好 胃肉随一略是修行 于相续中有假正得明 全无所义 就是你碰到什么就修什么 碰到什么就修什么 这样淋淋散散的修 修的对修的不对 也不知道 宗大师讲全无所义 这在广论二十四页 宗大师已经抉择过了这样 所以呢 在你被念死 逼测起那个很强的 急着要修行的动力之前呢 事实上你要认识 佛法的整体 你要认识 从真上身到决定圣 这个大圣 大圣之路的总体这样 所以老师才会说 我后世去哪里 我要一个什么样的身体 什么样的智慧 什么样的相貌 比如说我们学了广论 我们就知道说 我希望具足八音三元 不但是人生 而且有最好的人生条件 可以帮助我最快的修行大圣佛法 好 然后乃至于对佛陀 对宗科巴大师教法 有一个怎么样的行星 宗大师教法是圆满完整的正法 非常难得的圆满完整的正法 所以这个都是 被念死 逼测起要修行的动力的时候 你要去努力的那些方向 这些要去努力的方向呢 是在前面 经过善知识的指导 思维了俠满跟道总建立 陷起来的这样 而不是说 被念死逼测 就急着要修行 然后碰到什么就修什么 碰到什么就修什么 好像一辈子广论白学了 那就搞错了这样 好像这一点蛮重要的 所以老师这边几个问号 问的是很浅白 但是其实他背后是有这样子的内涵 意思就是说 你要先把从真上圣到决定圣 这个圆满的快速成佛的植入了解了之后 这时候再用念死 逼测我们这种强力想要修行的心 想要很快修行的心 你就会很快的趋入到正道上面 不会去走远路 后面想说 我这一生想把来世的这件事办好 妨碍这件事的就是一切恶业 所以我们在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句话也很重要 我这一生想把来世的这件事办好 其实这个来世是怎么样呢 含色了近未来的无限生命 意思就是说 中大式教法圆满教法就是这个特征 你一直圆满的善事 有了圆满的认识之后呢 一开始就可以赢到起跑点 你这个第一个起跑点立好之后 向后的路都会很直很快 这一生就要把来世这件事情办好 重点在这里 然后妨碍这件事情就是一切恶业 这些恶业就会伤损我的福德 伤损我的智慧 让我这一生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办好 把这件大事办好 所以呢 忏悔恶业 这个忏悔恶业其实是 注意老师的解释非常特别 我们在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个美好的未来不只是说 我忏悔恶业避开了这个 这个堕恶去的苦果而已 是说我要规划那个圆满的 无限生命的直路 我把这里面的障碍去除了忏悔了 这个叫做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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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